大家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来到奇异捧场 今天我想给大家说三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感悟,也非常有启发的段子 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将来会有一种技术 如果得了绝症,可以把自己动起来 等过了几百年之后,医学发达了,可以治疗自己绝症了 再把自己解冻,治好病,再活下去 这听起来挺美好吧 但是这个场景不能细想,细想你会不寒而栗 你想,几百年后我解冻了,这病也治好了 但睁开眼后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亲人,甚至一个认识人的也没有 我既没有谋生的技能,也没有保护自己的知识 这样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吗 我等于是用和亲人相处的最后一段保护时光 换来的一段既没有保障,也没有意义的生活 那这笔买卖是真的划算吗 这么一想,其实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了那句话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组合 老玉他有一个原创的思想 就是把人生看成是有一个个时间切片构成的复杂系统 有上一秒和下一秒,昨天今天和明天串联出来的一个系统 那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在哪呢? 当个铁片来看,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其实不大 一样都是吃喝拉撒,贪嗔吃 真正的区别在于串联时间切片的方法不一样 所谓的人生算法,其实是一个隐喻 就算互联网是有很多设备协议构成的一样 人的一生当中的成就 也是有无数个时间切片之间的协议构成的 这些协议就是人生算法 比如下一段时间是不是对上一段时间进行优化 再比如对未来的预期 能不能稳定的值保 对现在时间的使用 这就是我理解的两条最重要的人生算法 在现在的什么论坛,会议,这样的场合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人 拿着个手机到处加人微信 估计他们心里想的是我没有人脉嘛 所以我要努力获得人脉呀 冯伦讲过一句话 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交往的关系是三个数 十、三十和六十 意思是你遇到危难的时候 借钱的对象不超过十个人 就算把亲戚朋友父母全算上 你到时候能张口借钱的对象 不会超过十个人 那再一层呢 就是朋友经常打交道的 做过点事的 大概不超过三十个人 那最外一圈呢 所谓的熟人 最多也就六十人 只要把这六十个人的名单 每天都盘好 那够用一生的吧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冯伦的话 说到底呀 人脉是啥 人脉是一种互相冲照价值的关系 之所以说这个数字是有上限的 不是因为我们和人打交道的精力不够 而是我们对他们创造价值的能力不够啊 再一次感谢大家捧场奇异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奇异呢 就请订阅奇异频道 分享奇异的节目 在奇异的视频下面呢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